魔道祖师 第三章 焦精五 温宁微微低头捶着双手 仿佛一尊等待操纵者指令的提现木偶 他的脸色苍白清秀 甚至还有些忧郁的俊意 但因为眼睛里没有铜人 只有一对刺目的死白 再加上从脖子爬到脸颊的树道黑色裂纹 使着忧郁变成了骇人的阴郁 长袍的衣摆和袖口破碎蓝绿 露出和脸惨白成一个颜色的手腕 扣着漆黑的铁环和铁链 脚上也是 那叮叮当当的声音 就是他夜动铁链时发出的 一旦静止 一切又归于死寂 不难想象 为什么厂商的修士们都吓破了胆 魏无羡也不比其他人 更从容 他心里的惊涛骇浪已经掀过了头顶 温宁不是不该出现在这里 而是不该出现在这个世上 早在怡陵乱葬岗大围剿之前 他就应该被错骨扬灰了 否则如果那时温宁还立在怡陵老祖坐下 围剿绝对不可能 至少绝对不可能轻易地如同儿戏 精灵听到旁人喊出温宁的名字 原本对着石魂天女的剑锋 不由自主地调转了方向 石魂天女趁他分心 一把伸出长臂 把他吊了起来 见他以张大嘴凑近精灵的脸 魏无羡顾不得心头的战斗 再次举起竹笛 他的手有些颤抖 吹出来的吊子也跟着颤抖 再加上这只笛子做工粗糙 吹出来的声音更是暗哑难听 呜呜的两声 温宁寻声而动 这一动 眨眼间便移动到了石魂天女的面前 温宁劈手一掌 只听到石魂天女颈部咔嚓一声 身体没动 头颅却被一掌扇得扭了一大圈 脸冲着原来是背部的方向 却仍在微笑 温宁又是徒手一记斩下 石魂天女擒着精灵的右手 被齐齐斩断 石魂天女没有将自己的头颅掰转回来 而是用正脸和背部同时对着温宁 魏无羡不敢懈怠 吸气低手操控温宁迎战 然而他越是吹越是心惊 低阶的走失不能自行思考 往往需要他的命令加持引导 而温宁情况不同 温宁是他炼制出来的最高阶的一具凶尸 当事绝无仅有 性格行为甚至言语都一如生前与活人无异 只是不畏伤不畏火 不畏寒不畏毒 不畏一切活人所畏惧的东西 但此刻的温宁明显是没有自我意识的 正惊一不定 场中却传来了阵阵惊呼 原来温宁连踢带打 把石魂天女砸得爬不起身 又抱过一旁一块高过人的大石头 举到石魂天女上方 重重砸在他身上 一下一下 直到石魂天女的石身 生生砸成了一片粉碎 白花花的一堆乱石之中 滚出一颗发着雪白光韵的珠子 那就是石魂天女 吞噬了十几个生魂后 凝成的单元 将它收回去小心处置 刚刚被吸食魂魄的树人 还能复原 然而此刻 在场没有一个人 雇得上去捡那颗珠子 所有原先对准石魂天女的剑尖 全都掉转了过来 一名修士生死力竭地喊道 围住他 有人迟疑地响应 更多人却是犹豫不决 缓步退后 那名修士又喊道 各位道友 千万拦着别人让他跑了 这可是瘟宁 这句点醒了众人 鬼将军又岂是区区一尊 石魂天女可比的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重见天日 但杀一千只石魂杀 也比不上秦下一个温宁 毕竟这可是宜林老祖坐下最听话 咬人最不叫的一条疯狗 若是得手了 从此必能扬名百家 一飞冲天 原本赶赴大翻山叶烈 就是为了争夺石魂妖兽凶煞 以增资礼 如此一喊 难免有人动心 但那些见识过温宁发作时 狂态的修士们 仍然不敢妄动 于是那名修士又喊 怕什么 宜林老祖又不在这里 对呀 有什么好怕的 他主子都已经被碎尸万段了 树把飞剑围绕着温宁盘旋 挤居下来 剑圈忽然的缩小 温宁挥动手臂 铁链沉重的甩动着 将仙剑尽数打飞 再跨前一步 掐住离他最近的一个人的脖子 轻轻一提 便提离了地面 魏无羡知道 刚才笛声催得太急太猛 让他发了凶性 一段旋律浮上心头 稳稳心绪 吹出了另外一段调子 这次的曲调和缓宁静 与刚才诡异刺耳的大不相同 温宁转向笛声传来之处 魏无羡站在原地 与他没有同人的双眼对视 片刻之后 温宁一松手 垂下双臂 一步一步朝他走来 他搭了着脑袋 拖着一地铁链 竟有些垂头丧气之态 魏无羡边吹边退 诱他离去 脱身藏匿 如此走了一段 退入山林之中 忽然闻到一阵清香的痰味 他背后撞上一个人 手腕一痛 低声戛然而止 转身一看 正正迎上蓝望鸡 那双颜色极浅的眼睛 竟然在这时候撞上了他 蓝湛可是刚刚 亲眼见他吹笛欲尸的 蓝望鸡一手狠狠地抓着魏无羡 温宁呆呆地站在 离他们不足两丈之处 慢吞吞地张望了一下 仿佛在寻找忽然消失的笛声 山林远处有火光和人声蔓延 魏无羡情绪急转 当机立断 看过又如何 会吹笛子的千千万 学仪陵老祖以笛声驱失的人 那更是多得能自称一派了 对 打死不认 不顾抓着他的那只手 台币继续吹笛 这次吹得更急 如催如树 气息不稳 吹破了尾音 尖利刺耳 忽觉兰望机手中一用力 万步快要被他生生地捏断 魏无羡手指一松 逐笛坠地 同时温宁听懂了指令 迅速退走 瞬息间便潜回了黑暗之中 无声消失 魏无羡怕兰望机去截杀温宁 反手将他一抓 谁知兰望机至始至终 一眼都没有分给过温宁 只是牢牢地死死地盯着他 两人就这么 你拉着我 我拽着你 面对面地瞪着眼睛 便在此时 江城赶到 他在佛脚镇上 耐着性子等结果 茶都没喝完一盏 有人急急慌慌 跑下来说 大饭山里的东西 如何如何了得 如何如何凶残 他只好又杀上来 喊道 阿灵 精灵只是险些被吸走魂魄 人已无恙 好好地站在地上道 舅舅 见精灵无事 江城心中大石头落下 又怒斥 你身上没带信号吗 遇到这种东西都不放 逞什么枪 给我滚过来 精灵没抓着石魂天女 也怒 不是你让我非拿下他不可的吗 嘿 江城真想一巴掌 把这臭小子扇回他娘肚子里去 可又不能打自己的脸 只好转向满地东倒西歪的修士们 讥讽道 哼 到底是什么东西 把你们几个杀得这么体面呢 这些身穿不同服色的修士里面 有好几个都是云梦江市的人所乔装 奉江城之命暗中为精灵助阵 这长辈做得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一名修士仍在两眼发直道 宗 宗主 是 温宁啊 江城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那人道 是温宁回来了 刹那间 震惊 震恶 愤怒 不可置信 交错 混杂 袭过江城的面容 他冷声道 这东西早就被错骨扬灰了 怎么可能回来 这 真的是温宁 绝对不会有错 绝对不可能看错啊 那名修士指着魏无羡 是 是他照出来的 还是等到了这一刻 魏无羡 宁神戒备 却并不怎么担心 他早就有了一个可以应对此局面的抵赖法子 借此法子 只要他咬死不认 就没人能断言他的身份 江城缓缓向魏无羡 方向看去 半想 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微笑 左手不由自主地开始摸索那枚指环 他轻声道 好啊 总算是回来了 他放开左手 一条长鞭从他手上垂了下来 鞭子极细 正如其名 是一条还在滋滋声响的紫光电流 如同乌云密布的天边爬过的一道舱雷 被他牢牢握住一端 攥在手里 挥舞之时 如同批出一道迅速无伦的闪电 蓝望机见状 翻琴在手 杏杏一波 如同一时激起千层浪 琴鹰在空气中带出无数涟漪 与紫电相机此消彼长 江城也不避讳了 方才绝不贸然交手 不骄饿兰家的考量 仿佛都被狗吃了 大范山夜色的山林上空 时而紫光大盛 时而亮如白昼 时而雷声轰鸣 时而琴鹰长笑 其他家族的修士们 退出安全距离 做闭上关 又是胆战心惊 又是目不转睛 毕竟啊 难得有机会看到 两门同属名门名士的 世家先手 大打出手 不免都有些期待 打得更狠 打得更激烈一些 其中也包含着 不可言说的期望 只盼望蓝江两家从此交恶 那才有趣 魏无羡 抽准机会 跑了出去 他这是要逃跑 众人心中嚎叫 哎呀 自寻死路啊 江城一见他脱离蓝旺鸡的 护持范围 哪里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仰手一边斜斜地挥去 紫电如一条毒龙游出 正正地击到他背上 魏无羡被这一边 抽得整个人险些飞了出去 还好那花驴子挡了他一下 否则就要撞到树了 可这一击得手 蓝旺鸡和江城 却双双停手 都恶然了 魏无羡揉着背 扶着驴子爬起来咆哮道 哎呀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啊 嫁大事大就行啊 随便打人呐 哎 嗯 若是夺赦之人被子电抽中 夺赦者的魂魄 会直接被子电从肉身里抽出 瞬间生魂剥离 绝无例外 可这人 却被抽中以后 仍旧行动如常 除非他不是夺赦之人 没有其他解释 可子电自然抽不出魏无羡的魂魄来 因为他不是被夺赦 而是被献赦 江城心中不幸 还想再抽他一边 蓝锦仪嚷道 江宗主 江宗主 够了吧 那可是子电呢 子电这个级别的仙气 断然没有一次不行 两次才成的可能 若真这样 那就太丢脸了 没抽出来 就是没抽出来 没有夺赦 就是没有夺赦 江城指着魏无羡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如果不是魏无羡 还有谁能照动 多年不见踪影的温宁呢 这时一旁有观战的修者 干咳道 江宗主有所不知 这个莫玄宇呢 是那个金家的 是金家的一名外姓门生 但因为修习不甚上心 灵力低微 再加上有那个断秀之辟 他骚扰同修 就被赶出了蓝陵京市 听说还疯了 依我看 多半是他修正道不成 心中愤愤 就走了邪路 倒不一定是那个 那个什么 一陵老祖夺赦上身呢 还有几句 他没敢当着江城的面讲 纵然名声不好 但必须承认 魏无羡在判出云门江市之前 乃是文明祖尔的美男子 六亿俱全的风雅之士 在世家公子里 品茂排到第四 人语 风神俊朗 江城 刚好排第五 所以这老兄 不敢提这桩 魏无羡的情史 那也总是一个乱字了得 最爱跟美貌的女子 不清不楚 更不知有多少仙子 遭他这朵 恶桃花的毒害 虽然轻挑风流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还喜欢男人 即便是要夺赦 要杀回来 依照仪陵老祖的品位 也绝对不会选择 这样一个骑驴吃果 之前还涂得像个 吊死果的断绣疯子吧 又有人嘀咕道 怎么看也不是吧 而且笛子吹得还这么难听 这学也学得这么蹩脚 东施孝平 当年摄日之争中 仪陵老祖于战场之上 横敌一只吹彻长夜 纵鬼兵鬼将如千军万马 所向披靡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敌生犹如天籁之音 那又岂是这个金家弃子 刚才呜呜呜呜两下 鬼吹可以比的 就算是仪陵老祖 人品奇差 也不能这么个笔法 魏无羡略感郁闷 我说 要你十几年不练 三消两侃做出一个破笛子 吹一声你给我听听 吹得好 我给你跪了 方才江城认定 这人就是魏无羡 周深冷血都沸腾了 可现在手中子电 又明明告诉他 这不是魏无羡 子电不会骗他 更不会出错 他极快地冷静了下来 思寸 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先找个借口把人带回去 再用尽一切手段拷打 不愁他不招出点什么 还有这个墨玄宇 在金家骚扰过的那个同门 也可以一起带过来 若真有什么鬼 不幸不露出什么马脚 反正以前类似的事 也不是没做过 他比了个手势 下属明白他的意思 上前跃跃欲试 魏无羡忙牵着驴子 跳到蓝望鸡背后 呃 干什么干什么 蓝望鸡看了他一眼 忍受了他这种 十分无礼又 过躁的浮夸行为 江城道 蓝二公子 您是存心和江某过不去吗 修真戒 无人不知江家 这位年轻的家主 戒备魏无羡 已经到了风魔的地步 宁可抓错 绝不放过 看到疑似魏无羡 夺赦之人 就会带回云梦 江氏严刑拷打 唠个半死 已经算好下场了 蓝思追道 江总主 事实摆在眼前 莫公子并非被夺赦 您又何必为难一个 积极无名之徒呢 江城冷冷笑道 那不知蓝二公子 又为何要保护一个 积极无名之徒呢 魏无羡忽然扑扑地笑了两声 江总主 那个 你这样缠着我 我很为难呢 江城眉头跳了两下 预感到 他接下来不会说出什么 让自己舒服的好话 魏无羡忽 你呀 太热情了 谢谢 但是你也想太多了 就算我喜欢男人 也不是什么男人都喜欢的 更不是个男人招招手 我就跟着走的 你这种的 我就没兴趣 魏无羡忽然是存心恶心他 江城最讨厌被人比下去 无论是多么无聊的比法 只要有人说他不如 另外的某某 他心中就会生气 茶不思饭不想 非要赢过去不可 果然 江城脸都清了 哦 那请问 什么样的你才喜欢 魏无羡忽 什么样的 哎 韩光君这样的 我就很中意了 而蓝战 则是最不能忍受 这种无聊又轻挑的玩笑 被恶心到之后 他绝对会主动划清界限 保持距离 一次恶心两个人 一箭双雕 极好 极好 可谁知 蓝忘机听了这句 转过身来 他面无表情地道 这可是你说的 蓝忘机回头 不失礼 却不容置疑地道 这个人 我带回蓝家了 蛤 蛤 蛤 魏无羡你玩拖了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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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